日落西山,斗转星移 每当夜幕降临 我总感觉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科苏鲁神话 越是研究越是陷入疯狂 越是好奇越在脑海中产生不可名状之物的低语 荒唐又真实,恐怖又可悲 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上眼睛默默祷告 祈求难言的噩梦会在太阳升起时结束 大家好,我是九江老魏 今天的影片咱们讲一个经典的科苏鲁神话故事 《疯狂山脉》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科苏鲁故事 1936年发表于《精益故事》 小说中有很多科苏鲁宇宙的经典元素 密斯卡托尼克大学,死灵之书,古老者,休格斯等等 洛夫克拉夫特试图构建一种幻想与现实的交织感 描绘人类在宇宙尺度下的渺小与无力 真相永远是可怕的 人类不是什么特殊的存在 自由意志也不是神次的礼物 甚至创造人类的也不是神 而是超越人类科技无数时代的先进文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 那个时候技术尚未成熟 探险家们驾着船乘着雪橇 承受着心理与身体的极限挑战 是南极探索的英雄时代 洛夫克拉夫特对南极探险极为着迷 这就是《疯狂山脉》的创作动机 我会使用第一人称来讲述这个故事 这样更有代入感 故事要从密斯卡托尼克大学 组建了一支南极科考队说起 我叫威廉戴尔 是一名地质学家 在这次南极考察中担任总指挥 队员还有生物学家 工程师和飞行员 我们配备了轻巧便携的高性能钻探设备 可以在南极大陆的各个不同地点 搜寻深层土壤样本 为了应对冰雪环境 还特别强化了木质补经船 并且加装了备用蒸汽机 还有四架运输机补给充足 我们计划在南极进行一个季度的科学考察 1930年9月2日 船队从波士顿港起航 10月20日 探险船驶入了南极圈 10月7日经过了富兰克林岛 10月9日凌晨 探险队依靠小艇登上罗斯岛 在南埃里伯斯火山脚下建立营地 开始了有条不紊的考察工作 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天气不错 队员们也很健康 工作效率非常高 我觉得保持这个状态 在三月份就能结束工作 我们利用小型熔冰装置 深井钻孔 爆破作业 获得了大量的前寒武器实习样本 还有很多化石碎片 蕨类 海藻 三叶虫 海百合等等 其中有三块岩板碎片 拼合起来后 上面有奇怪的条纹状三角形痕迹 作为地质学家 我认为这没什么奇怪的 就是沉积层被挤压后形成的一种构造 很常见 可是 生物学家雷克却非常在意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用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这三块岩板 得出一个结论 岩板上的三角形痕迹 是一种未知的巨型生物留下的 所以 他建议向西北方向做一次徒步考察 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1月11日 雷克带着五名队员和钻探设备 大乘雪橇 开始了西北方向的初步考察 他发现了很多原始生命化石 我和其他队员留在南部营地 制定向东考察的计划 队伍一分为二 雷克和我们一直用电报保持着联系 不停地向我们汇报最新的发现 1月22日晚上10点05分 我收到发回的信息 雷克乘坐飞机在南尾76度15分 东京113度10分 观测到了高度前所未见的山脉 还有一次正在冒烟的两座火火山 山峰都是黑色的 无积雪 山脉方向刮来的狂风 让飞机难以靠近 10点35分 雷克又传回消息 飞机迫降 无人受伤 飞机还能修复 他们准备卸掉飞机上的重物 靠近观测 关于之前火山的猜测 可能有误 山脉的最高峰超过35000英尺 上面有规则的立方体 晚上11点 雷克呼叫 飞机再次起飞 天气状况恶劣 巨大的山脉完全挡住了视线 看不到后面的景色 狂风吹走了21000英尺以上的积雪 山上有一些古怪的构造 像是巨大的扁方块 边缘已经风化 破碎 近距离飞行观察 还发现了许多形状非常规则的 沿穴洞口 在一座山峰的顶部 看到了一处四四方方 像城堡一样的东西 因为雷克教授的新发现 探险的目的发生了变化 通过协商 我们重新制定了探险计划 决定在飞机破降的地方建一处新营地 我带着考察队前往新营地和雷克会合 雷克会先对附近的某些地铁 进行钻探和爆破 钻探工作非常顺利 找到了很多小型化石 不久之后 钻井探头穿过岩层 掉进了一个空洞里 他们发现了一个地下洞穴 里面沉积着大量贝壳与古生物海骨 洞穴中有轻微流动的新鲜空气 说明它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地下隧道网络 雷克辨认出了一部分化石 其中有早期的贝类 哄龙的锥骨 翼龙的牙齿 食足鸟的残肢 剑齿兽的骨骼 但是洞穴里散落的化石中 还有更古老的原始鱼类 软体动物 珊瑚 三亿年前的生物与三千万年前的生物 出现在了同一个地方 紧接着雷克教授发回了一连串消息 化石碎片里同样发现了条纹状三角形印痕 留下这种痕迹的生物繁衍了六亿年 而且没有出现形态上的改变 这些生物早在十亿年前就已经高度进化 当时的地球还很年轻 任何生命都无法适应那种环境 那么这些生物是如何完成进化的呢 在大型动物的海骨上 发现有奇怪的伤痕 分两种 一种是笔直贯穿的孔洞 另一种是劈砍造成的痕迹 还发现了一些形状规则的光滑的滑石碎片 淡绿色五角星形状 不能确定年代 用放大镜观察表面 上面有规则的排列着一组小圆点 雪橇犬们很讨厌这些滑石 还发现了一些巨大的畸形的筒形化石 是完全未知的品种 暗灰色 有触手 长有一膜 发现时一膜保持折叠状态 不能判断这些东西是动物还是植物 总共发现了14个筒形生物样本 有8个保存完好 附带了所有器官 皮肤组织非常坚韧 某些部分依旧保持着弹性 雪橇犬们对这些样本的反应很大 另外 眼板上的三角形痕迹 就是这些奇怪的筒形生物留下的 雷克从中挑选了一只 解剖后发现 这种生物具备消化和循环系统 有多个储藏空气的气势 两套发育完全的呼吸系统 或许能够在没有空气的环境下 进行长时间的休眠 大脑分为5叶 神经系统高度发达 推测有5种以上的感官 血液是绿色的 十分浓稠 并且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恶臭 雷克给这个生物起了名字 古老者 之后我们和雷克教授失去了联系 决定立刻展开救援 1月25日早上7点15分 飞机飞向西北方 当接近山脉时 天空中出现了海市扇楼 那是一座雄伟的城市 充斥着人类不曾知晓 也不曾想象过的建筑 到达丘陵营地 调查发现 雷克的分队11人死亡 没有血消犬幸存 人和狗的尸体 处于一种可怕的扭曲状态 其中有些尸体被切割 分离了大量的血肉组织 尸块周围还撒着盐力 我们安葬了人和狗 小心地拍照取证 清点人数后发现 有一名探险队员和一条狗失踪了 雷克教授的解剖工具不见了 但是我们发现了 清洗解剖工具留下的痕迹 汽油炉不见了 但是在汽油炉的位置上 发现了一堆 用某种古怪方式 使用过的火柴 实验台上有奇怪的污渍 书籍被撕碎 散落在实验台周围 某些纸张上 留下了一些参差不齐的墨点 三架雪橇 手电筒 燃料 备用帐篷也不见了 钻碳设备损坏严重 飞机被拖了出来 机械设备上 有被伸手摆弄过后 留下的痕迹 罐头被打开 丢的到处都是 六个残缺不全的古老者 被树直的 埋进了九英尺厚的积雪下 这些冰雪坟墓 被堆成了五角星形状 并且印上了一组 由原点构成的图案 当天下午 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巡航搜索 没有任何发现 我用望远镜 仔细观察了 散布在山坡上的立方体 壁垒结构和洞穴 这些东西的结构 太过规则 太奇怪了 洞穴的数量极多 分布广泛 说明这片区域 是一个复杂的风潮系统 飞机向上爬升 我看到了一个古老的秘密 这是一片由巨大 规则 极度对称的巨石 组成的 没有边际的城市迷宫 城市里的建筑物 大小不一 有圆锥形 金字塔形 圆柱形 还有完美的立方体 而且建筑者 使用了大量的拱形结构 飞得更近些后 我看到了 不计其数的巨大窗户 通过望远镜 还能勉强看见 一些建筑物上 雕刻着某种装饰 我们决定 寻找一块 平整的区域降落 然后徒步 进入这座城市 走进城市 爬上倒塌的石头建筑 四周墙上的 曼藤花纹装饰里 充满了 五角星形状的刻痕 我们从巨石建筑上 采集了一些样本 只要遇到 大小合适的孔洞 就会停下来 看看能不能 进入建筑物内部 我们爬过瓦砾 走过拱门 来到建筑物内部的走廊里 地上铺设大块岩板 两侧的墙上 刻满了雕画 还有很多拱门 通向未知 这座建筑物巨大 装饰精巧 像迷宫一样复杂 而且每一层 都会出现一些 毫无规律的古怪变化 如果没有沿途留下标记 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 我们决定 先探索建筑物的上半部分 最高层的房间 屋顶已经不见了 中途遇到的房间都很大 从五角星形 三角形 立方体 各种形状都有 我们开始向下探索 这座建筑 由无数互相连接的 房间和通道组成 从墙上的雕画里了解到 这座城市 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 雕画的主题 有地图 星图 科学图案 还有的话里 描述了地球形成以前 有着星形头部的生物 在其他行星 其他星系 甚至其他宇宙中生活的故事 他们是生命的创造者 与奴役者 是远古神话的原型 他们就是伟大的古老者 早在地球年轻的时候 他们从群星之中降临到了这里 后来 我们探索了一些更古老的建筑物 发现其中的雕画更加精湛 对比最初发现的雕画 可以判断 这个文明在不断的衰落 每组雕画只讲述了 故事的某个片段 我挑重要的部分讲讲其中描述的内容 古老者曾经在另一些星球上 过着高度机械化的生活 可能是因为这种生活 无法让他们得到情感上的满足 所以古老者们选择离开 他们能够利用巨大的一模 在星际空间里穿行 从宇宙空间中降临到 毫无生机的出生地球上 最初他们生活在海洋里 科学技术远远超越了今天的人类 修建了许多奇妙的城市 在海底 他们创造了最初的地球生命 一开始是作为食物 后来又有了其他的用途 在歼灭了各种来自宇宙的敌人后 他们又进行了更加精细复杂的实验 创造了一种原生制的多细胞肉块 这些肉块能够将自己的组织 临时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器官 于是这些肉块成了理想的奴隶 从事一些繁重的劳力工作 就是《死灵之书》中提到的修格斯 古老者在地球上培育出了一大批修格斯 他们允许这些细胞组织自由进化 用于各种各样的不同目的 同时他们也会消灭掉造成麻烦的生物 南极的巨大城市 就是古老者在修格斯的协助下修建的 古老者们能最大限度地利用 生长在头部五条处置末端的眼睛 能像植物一样从无机物中汲取养分 但是他们非常喜欢有机物 会在食用前进行烹饪 宰杀动物时会使用一种尖锐的武器 在化石骨骼上发现的奇怪伤痕 就是这些武器留下的 古老者不需要配偶 身体结构类似植物 但雕画中描述 他们依旧会组成类似家庭的社会单元 生活在一起的个体 有着相似的趣味和习性 古老者的政府机构很复杂 很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 拥有大量的商业活动 探险队发现的绿色滑石就是货币碎片 地球上所有动植物 都是由古老者们制造的 生命细胞进化而成的 雕画里还雕刻了 另一种原始的哺乳类动物 有猿猴甚至人类的特征 古老者们有时把他们当作食物 有时把他们当作娱乐用的小丑 还有一些雕画 讲述了古老者们建造陆地城市时的情景 他们驱使某种巨大的翼龙 搬运巨型石块 因为地质运动 海底隆起 很多海底城市毁灭 没过多久 另一个像是章鱼的种族 从宇宙降临到了地球上 他们对古老者发动了突然袭击 挑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 在某个时期 位于南太平洋的大陆突然沉没了 章鱼种族和石城拉莱耶被淹没 古老者们再次统治了整个星球 随着岁月的流逝 古老者们逐步从水里转移到了陆地上 这个时候从无机物中创造新生物的技术 已经遗失了 所以他们只能改造那些已经存在的生物 陆地上的巨型爬行动物很容易驯服 但是海里的修格斯 不仅能够依靠分裂进行繁殖 而且还进化出了一个不稳定的大脑 变得更加危险 雕画里描绘了古老者们利用一种 能够将物质分解成原子的奇怪武器 镇压了反叛的修格斯 侏罗纪时期 一种半真菌半甲克类的生物入侵地球 古老者们准备在地球周围的外层空间展开突袭 这是他们到达地球后第一次试图回到宇宙里 然而他们却发现 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地球大气层了 此时古老者族群已经遗忘了知识 后来他们被赶离了北部大陆 整个族群慢慢的向南极聚居地退缩 我们探索的这座城市似乎是古老者最后的文明中心 鉴于白厄纪早期 是古老者们真实的圣地 据说第一批抵达地球的古老者就定居在这个位置上 也是第一座海底城市残留下来的一部分 随着地层隆起 这些石头高高耸立露出了海面 我们在一个建筑物里找到了大量的历史记录 雕画中一次剧烈的地壳运动改变了地貌 形成了超过四万英尺的高山 我们在飞机上看到的奇怪立方体 曾经是高塔的一部分 这些建筑组成了神殿 古老者们会对着那片山脉做奇怪的祷告 由于流水侵蚀 神殿附近出现了岩屑 古老者们将洞穴改造成了庙宇的附属物 这片地区的整条岩脉被地下水掏空了 下方出现了一个洞穴网络 古老者们探索洞穴 发现了一片藏在大地深处不见天润的海洋 后来地球变冷了 房间里出现了供暖设备 越来越多的古老者开始向更加温暖的栖息地转移 其中一些逃到海底 另一些进入了地下洞穴 在研究过雕画后 我们改变目标准备进入地下洞穴 依靠着地图指南针 在废墟中探险队沿着一条破旧的走道向下前进 晚上8点30分 空气中出现了奇怪的气味 就是古老者绿色血液散发出的恶臭 在位于底层的走廊里 地上出现了拖拽重物的痕迹 是不久前留下的 走廊的尽头发现了几条拱道 传来了很重的汽油味 进入拱道 我们到了一个地下室 空间呈标准的立方体 罐头 火柴 书籍 墨水瓶散落在石堆中 几张废纸上有仓促绘制的草图 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战胜了恐惧 按照草图的指示继续探索 晚上9点30分 我们穿过了一条长长的拱道 顶部变得低矮 不久我们看到前方出现了明亮的日光 终点是一座拱门 之后是一片巨大的圆形区域 像是某种神庙的遗迹 三架雪橇整齐地停在角落里 在雪橇上 我们找到了失踪的人和雪橇犬 他们已经死了 冻僵了 就在这时 我们听到了企鹅发出的沙哑叫声 这些企鹅的体型很大 有白化病 眼睛已经退化消失 我们继续探索 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半球形空洞 围绕着半球 分布着许多低矮的拱门 其中一处弓形洞穴 是通向地下的入口 不远处 有几只白化企鹅 表现得相当漠然 毫不在意我们的到来 隧道的整体结构 雕画都保存得极好 地面很干净 周围变得暖和了 那种无法描述的恶臭 变得极其强烈 一路上 我们发现了 营地里遗失的各种东西 散落在地上 墙面上的画 雕刻得非常拙劣 证明古老者们 已经出现了 极大程度的衰落 我们发现了 四只古老者的尸体 有撕扯 碾压 扭曲 割裂的痕迹 带有触之的 海星形头部不见了 像是被什么东西 硬生生撕掉的 黑色粘液 厚厚地包裹在尸体上 我想起了雕画里描绘的场景 古老者和修格斯的战争 这些原生制肉块 能够模仿任何形状 任何器官 任何动作 他们是听令的奴隶 是城市的建造者 他们越来越阴郁 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懂得 如何模仿他们的主人 我们正在设法 把事情弄明白 突然生起一股白雾 传来了一个声音 可以拟生成几个音阶 Teklili Teklili 我们吓坏了 拼命逃跑 雾气变动向我们涌来 声音击垮了我们的心智 Teklili Teklili 修格斯 没有语言 只能模仿他们过去主人的声音 我们一路狂奔 逃离出来 飞机一切正常 顺利起飞 飞越山脉 其中一个队员一直在尖叫 偶尔还会说一些支离破碎的话语 大多数时候 他在不断地重复着 Teklili Teklili 五天后 我们踏上归途 回来之后 我经常出面阻止针对南极的探险活动 听说有一支新的考察队正在组建 而且比我们当时准备的更加周全 如果无人劝阻 他们将会到达南极的最深处 荣兵 开凿 然后他们会发现那些东西 终结整个世界 所以我决定不再沉默 我要说出我看到的一切 故事结束 感谢收看 我是九江老魏 咱们下期再见 生生不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文》 感谢观看